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在日本打工的阿峰 最近呢 有很多粉丝和网友问我关于这个工作签证的事情 想一直留在日本 关于到日本怎么办理工作签证呢 因为前几天呢 发了几期关于日本打工的视频 受到很多粉丝和网友的关注 还有咨询我一些东西 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就和大家讲一下 工作签证它有个什么好处 大家首先要明白 日本的工作签证呢 你必须是高学历 最少也是大专以上 日本企业它招收的这个工作的话 它的专业必须和你就是你学的那个专业 它是一样的 打开比方说你学计算机 日本企业招收的正好是计算机 那这个可以 如果说你学的是别的专科 它招收的是计算机 你即使学历再高 那也是不可以的 大家明白了吧 工作签证的好处是什么 朋友们 我在日本打工呢 最多三年 如果说我可以二返的话 那就是三加二 五年 工作签证它是无限期的 前几天呢 我出国的劳务公司 他们就发了一个工作签证 确实特别好 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粉丝想办理工作签证呢 确实 确实比我们这种打工的研修证 这种就是打工的这种啊 要好很多 我给大家看一下哈 这就是呢 前几天我出国劳务公司 他们发的一个招收工作签证 大家看合同期限 无限期 我们都是三年 人家出无限期 可以一直在日本 签证类型 工作签证 要求学历呢 最少是大专以上的 大专啊 或者大专以上 专业要求呢 机械 电子 还有计算机等相关专业 工资特别高 就每个月的工资到手最低是一万一两千块钱 一万两三千块钱 这是刚开始的时候 一万两三千块钱 住宿呢 是单人单家 适应日本的住宿后 可以申请单独居住 它的重点来了 朋友们 它的重点好处是什么 第四条 工作签证 可带家属去日本 一年后 可带妻子及子女在日本生活 一直在日本生活 表现优秀者 可转正式社员 而且可以申请永住 朋友们 知道了吧 可以申请永住 就是你最后可以一直住在日本的 这就是它的好处 所以呢 现在有很多粉丝和玩意们朋友们呢 他们就问我关于这个工作签证的一些东西 工作签证确实好 比我们这种好多了 第一呢 小事工资高 第二呢 复利待遇好 第三呢 享受日本人同等的复利待遇 大家明白 重点就是什么 你可以带家属 子女来日本上学 上班 生活 可以在日本申请永住 这是劳务公司前几天刚发的一个单子 工作也特别好 哈喽 朋友们 我是在日本打工达封 如果就是大家有什么想问或想了解的 可以在平台的平准圈里边勾留言或者私信给我 也希望朋友们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希望朋友们多多转发和点赞 我们下期见 拜拜